走去测评新下线的房车 又有新下线的 对 走 这辆这辆是这辆吗 对 这什么布局 这不是生活家吗 你往后边看 后面还有个电竞吊床 对 那咱们今天跟着我上路测试 还是8AT底盘 对 8AT底盘 自带有一键启动 有无钥匙进入 电子手刹 奔驰同款的电子怀挡 还有赛车级别的换挡拨片 整辆车还有辅助驾驶功能 安全带安全带 对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这款车的一个主动刹车的功能 可以保证大家在行车过程中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问题 前方正有车辆 我的脚呢 现在是没有在刹车上 包括在油门上的 它自动能够停止 下面在我们场地里面啊 我给大家测试一下这款8AT新底盘 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优势 其实呢 其实这款车它的一个方向盘 和其他方向盘不一样 它是带着一个电子主力 就是在行车过程中让大家就是 咱们转弯的时候啊 转向的时候 它都是很方便的 而且呢 这台车还带了一个自行巡航啊 阿达兹的一个辅助驾驶功能 让大家在行驶过程中的时候 会更加安全一点 包括更加省心一点 整辆车还是2.0T的一个调发动机 2.0T的动力 当我踩下油门的时候 它就给我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反馈 提速很快 然后呢 8T的一个变速箱之后 换挡特别丝滑 基本上是没什么顿挫感 而且油耗会更加低一点 那么下面大家您跟随着我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整辆车的一个上装部分 上车跟着我去看啊 我们这台车的里面的布局呢 是一个生活加勒布局 整车是四座 打开中门了有踏步 然后呢 副驾驶也能去给大家 做一个旋转的设计 来把副驾的旋转设计 给大家展示一下 副驾往后旋转之后呢 会让车内的一个空间面积 它会变得更大 而且能让大家去形成一个对卡座 您正常在这里吃饭 没问题 那可能会有车友会问 您桌子在旁边这里 我中间怎么吃饭 您可以看一下啊 其实呢 我们这个桌子 它是固定卡在了 咱们的一个 这个抽屉这里的 抽屉打开之后 看到没 桌子刚好放在咱们面前 对吧 在这里吃饭很方便啊 我们生活家布局的一个优点呢 就是它有大天窗 也有一个我们的大吧台 来给大家看一下 大天窗的位置 天窗的位置呢 就在上方 对吧 晚上睡觉了 把隐私连 咱们记得拉好啊 平常到了白天 可以通风换气 让咱们车里面更加明亮一点 桌子平常不用了 它是能够去折叠的 折叠的餐桌 能够放在室内 也能够放在室外 平常不用了 对吧 咱们就往这 往中间这里去一放就行了 听听听 他妈 我们这个餐桌呢 它是能够去折叠 包括去拆卸的 平常大家不用了 就可以放在咱们室内 也能放在室外 室内的话 就放在主驾的后方啊 想在咱们室外去用的 大家可以跟 跟随着我看一下 就在我们车辆的中门区呢 这里是搭配了一个卡槽 您往这一放就可以了 而且它的桌腿 是能够去上下升降的啊 咱们只要是调节一下就可以了 来 我们继续跟着我上车看电视 里面的吧台呢 就是我们这一台 生活家的一个亮点 吧台很大 差不多尺寸是在一个一米五左右 旁边这里呢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洗菜池 高脚位水龙头啊 包括这一台车还标配了一个小米的净水器 我们正常在车里面洗个菜啊 或者是您正常的去 晕个水都没问题 旁边这里呢 也有一个窗户 窗户是一个双层亚克力版的外对窗 能够起到保温隔热 往下来又防蚊虫帘 往上拉也是防隐私帘 厨房的位置呢 就在旁边 旁边这里呢 是我们美帝的一个2200瓦的电磁炉 它的功率很大 咱们正常在车内想去做饭啊 都没问题 还有一个隐藏式的抽烟机 上方我们下方的也都是吊柜啊 也是提供给大家放锅碗瓢盆的地方啊 这是我们厨房的一个台面区域 旁边这里呢 还有我们一些厨房设施 比如说微波炉啊 我们的冰箱 这个冰箱还是一个比较大的138升的一个弗洛斯特冰箱 双开门的 正常差不多一个星期的食材也都能放得下 在我们厨房的一个设施对面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就是咱们七郎的一个专属的卫生间 能变大可以变小 我先打开让大家看一下里面设施啊 里面的设施 是能够满足在车内正常的去洗澡洗漱上厕所啊 有换气扇呀 包括灯光也有 折叠式的洗脸池 里面有个水龙头 这个水龙头呢 是能够初拉出来当一个淋浴花洒去用 我们这一台车是冷热水双出的 所以说冬天洗个热水澡都可以啊 下方的有个马桶 我们正常在车内上厕所就利用这个马桶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卫生间怎么样去用 正常去使用的话 您卫生间可以向外去拉 向外一拉 里面是独立空间啊 接近一平米 正常一个人在里面去洗澡洗漱 上厕所都能满足 平常不用了 就向里面去拉上 里面拉上的同时呢 设施看不到了 下方过道它会更加宽敞 满足正常上下车 而且我们这台新布局 它是基于就是生活家的布局之外 我们后方是给大家做了两张床 下方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一张双人床 可以睡下两个人没问题 那如果说平常 对吧 咱们想让一家人 一家三口啊 或者家里面带一些小宝宝的话 我们上方这里还有个电动吊床 我让大家看一下啊 上方这个电动吊床啊 它降下来速度可能有点慢 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 它速度慢为了是保证咱们这个安全 包括它不容易去损坏的一个功能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方这张床呢 其实尺寸它也不小啊 刚好能够满足一个小孩子在上方去睡觉 包括我们四周这里 大家看到没 还有我们给大家定制的一个放东西的一个地方 对吧 咱们平常挂一些东西啊 挂一些衣服都可以去挂啊 然后呢 后方这里还有一个整体的一个隐私帘 床的下方呢 也都是咱们的储空间 这就是我们整辆车刚下线这台电动吊床的一个布局了 那么大家如果说是喜欢咱们气廊房车的设计的 一定要点赞评论加关注 咱们下一次视频再见